今天的早安慈激情要来谈的是如何延续悟命 将民众太久换新的电脑设备重新整理之后 送到菲律宾宝和岛给需要的学校以及学生 而这样一个跨越台飞两地的爱的故事 要带大家认识一对父子党的志工 陈兆阳以及陈其毅 爸爸陈兆阳负责在台湾爱心募集 儿子则是在菲律宾的宝和岛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在台湾的陈兆阳师兄 来跟大家分享 陈师兄早安 主播好 全局观众好 陈师兄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要来聊一聊的就是 据说宝和岛只有两位志工 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得包办所有的事情 那么在送这个再生电脑的部分 两年多下来有100部 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因缘呢 以前我在菲律宾经商 在菲律宾经商15年 然后因为妈妈年迈就把事业就交给 事业跟资业交给儿子接棒 那宝和岛是在菲律宾属于三级城乡 那目前只有两位持继职工 一位就是黄山明师兄 一位就是我们家的持二代 然后他在宝和岛已经大概有五年的时间 目前承担就是陪伴池经 陪伴新加同学 还有仿式跟机动勤务 那会捐赠电脑的原因 就是宝和岛有一所小学 那他们写信给华硕公司 募集二手电脑 但都没有下文 那后来有人辗转告诉儿子 那儿子就打电话跟我讲 然后我就是尝试说 于是我们就主动在联系华硕公司 然后过程中有一些很奇妙的因缘 那最后就是引入 我们的卫信捐师姐的华硕基金会捐助 捐了第一批的电脑二十二部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做实际做善事 只要肯开口 住员就会出现 是 对所以刚刚陈师兄特别提到的 就是很奇妙的因缘 只要敢开口 那个缘分爱心就不断不断的涌入 那今年很特别的是 送出了两台 视障学生专用的电脑设备 这个过程 是不是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然后七月见证训电脑 我们当然是非常感恩 毕竟这个不是长久之计 然后同时我们心中有想法 就是说我们此期提倡多环保就地球 就是对于雾命要延续 所以就开始打听我们此期 哪里有二手电脑可以支援 然后有一次回金社当金社之工 经过一位沈师兄的介绍 那就与新竹 那个再生电脑团队的刘谦的师兄 搭上线 然后我跟他讲说 我需要二手电脑送到惠利军 然后他答应 所以说可以提供再生电脑 给我们送到惠利军 然后给四藏学生这个笔电 是有一位师兄 因为他儿子要换笔电 他就把他那个笔电捐出来 而且我们顺发公司 顺发3C公司跟我们此期有签约 那这两台笔电 二手笔电 然后经过在新部和西竹电脑团队的整理 就这样就帮助学生推出的两部 这个再生笔电 那四藏学生的软体 他就是不同于一般 那我们需求也出现助援 就国外的NG用提供 那全英文版的适当专用 然后免费提供给朋友使用 然后我们新竹团队就上网申请安装 就圆满了这件事 好的 我这样听下来 我觉得赵阳师兄 你一定是在台湾募集爱心 那个开口闭口就是哪里有电脑 哪里有电脑 非常有画面感的故事 其实说到要送电脑到宝和岛 幕后是有一群志工团队在很用心的整理 甚至还引发了爱的效应的故事 要请赵阳师兄这一部分也来跟我们分享 好的 再生电脑 我们已经目前捐了85部 如果再包括 华硕第一批的电脑22部 就总共超过100部 那么再生电脑这一部分 很感恩新竹团队的 如千德师兄 吴雄林师兄 他们带那个的再生团队的资源 然后在新竹 靖师堂他们有专属的工作室 固定每天固定在那里整理 再生电脑的软硬子 因为他们都是科技出身的 对他们来讲是没问题 小case 那宝和岛这边 师兄师姐他们也持续做访试 知道宝和岛还有很多学校需要电脑 所以新竹再生团队 他们大概每三个月 可以整理20部电脑给我们 那我们再分闭送到宝和岛 再由当地的志工协助安装 那目前安装的志工都是年轻人 其中有三位是 其一早期在华语班的学生 后来他们也会来到台湾念书 是我们师哥大二段的毕业生 然后左边这一位 CAN目前已经回到宝贝岛 他现在的工作 就是负责安装 电脑的安装 是 所以是不是有一段影片是孩子们感恩的影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Thank you to the foundation Thank you to the foundation 好这个就是透过这个再生电脑 让爱延续下去 甚至我们宝和岛的孩子 也来到台湾来进行这个学习 所以这个交流真的是太棒了 今天非常感恩 陈兆阳师兄跟我们分享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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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